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2011 讓我休息這幾個月吧 我在樓中有露啤的樣子 很害怕我先放假 但你要說一下 你不要一開始就已經說到笑得很遠 說一下 你已經說自己可以過很舒適的生活 不是舒適的 不要被消費主吵醒 首先就說一下 你一聽這些消費主的廢話 那你就知道這些是左旁 這些是左旁 那是跟我說不對的 那這裡有條線 那邊是左旁 左旁我喜歡左翼人士 以身犯險 全民發聲 撥發城市論壇 提升靜人品利 逢星期三晚上10點至11點半 myradio 有馬祖黎 劉翁 星市醫生 城市再彈 自全面網上足球節目 以好玩的配搭 自強極加分信用 會周為你分析本地及愛國球場 最update動向 至高無敵 大家好 歡迎回來至高無敵 第一回合我們就說了結智 第二回合我們就說了萬元和英超的概況 現在第三回合我們就開始說一些德甲 也有義甲 也有何甲 和法甲等等 或者我們先說德甲 德甲 德甲的聯賽冠軍 擺入雪櫃 不是 應該說 多蒙特已經順利 去贏了這隻沙律碟 其實在德甲的前列 其實都沒有很多汗頭 連歐聯席位都已經確認了 幾乎確認了 拜穆尼克應該可以了 62分 那漢樂威應該也追不到 少少懸念就是 究竟是拜登穆尼克和利華古遜 是哪一隊 要打歐聯福加賽 因為利華古遜 正在head著拜穆尼克 三分 最後一回合 利華古遜要作客對佛大寶 而拜穆尼克主場對施特加 比較 大家會比較多關注的 就是 鋼班區 現在 聖保利應該已經死定了 說了拜拜 上一輪的聯賽 他們被拜穆尼克大炒之後 他現在只剩下29分 沒得爭 因為對上的法蘭克福是34分 而排第16位的 慕尼加霸35分 15位的和夫思寶 也跟慕尼加霸一樣 是35分 所以 究竟 這三隊 是哪兩隊陪聖保利降落去呢 真的 還要打一輪 因為 尾三要和德月的第三位 也要打主客制佛大寶 是的 現在 聖保利已經確認了 已經8比1輸給拜仁 已經確認了 玩完了 法蘭克福34分 武信加霸35分 其實說近方 武信加霸其實是不差的 剛剛贏了佛大寶 他主場其實挺好的 也贏過多蒙特 剛剛也在對上之前 其實武信加霸其實都有這個機會 反而同分的和夫思寶 我就有點擔心了 記不記得我們也試過有一次 其中一集的至高無敵 我們也講過 今屆的德甲 這個護級的這個漩渦 會不會 就是拉了一隊 或者兩隊 甚至乎拉了三隊的前冠軍下去呢 那 現在呢 應該 就是 已經有兩隊 逃出了生天 但是 就看看和夫思寶 這個 都可不可以再逃出生天 因為 最後一場 他們會作客對著 賀芬咸 而 武信加霸 就是最後一場球會作客對漢堡 那 你們怎麼看 其實武信加霸作客是差的 但是 漢堡也都沒有什麼好爭 就是無辱無求的 那如果 如果 武信加霸要一搏的話 那我覺得他 拿到分都不出奇 反而和夫思寶的氣勢真的有點差 我覺得 剛剛又 主場都要輸給凱沙羅頓 那 那 這隊球我就覺得 真是難搞了 那 還有法蘭克福也都有一線生機 因為呢 法蘭克福呢 就是落後緊給和夫思寶 和 武信加霸 是一分的 那他最後一場 如果他是贏了多蒙特 的話 他大有機會 是過了和夫思寶 或者是 武信加霸 的其中一隊 而拿到個尾三 而同 得月的第三位 去爭這個 就是最後一個得甲的席位 因為多蒙特已經拿了冠軍 其實基本上他都是 敲踢的 是 但是你拿完冠軍之後 你在主場的情況下 開一個漂亮的派對 你會不會這樣被人搶分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說回來 就算之前說過 萬聯和今年的坤士帕流浪 那就算是 最後一場在主場開Party 都試過輸球 一年是輸給韋斯咸 另外一年 今年就是 坤士帕流浪輸給列斯聯 那這個 我就覺得 這個情況就變得很難猜 你不知道巴仁的戰衣會是怎樣 是 很難說 所以到現在都很難說 那又說回 就是得月的形勢 哈佛柏林已經是拿眼冠軍的了 現在拿了71分 而得月呢 就剩下一個回合的賽程 而第二位的呢 就是奧格斯堡 是拿了65分的 那最後一場的 他們會對著 他作客會對著哈佛 又是哈佛 又是 那個戰意也是誠意的 那如果奧格斯堡 是贏了哈佛 那不用想了 可以直接拿第二 就升上得甲 但是如果他輸了的話 那又要看波琴了 因為波琴呢 現在在排第三 他主場呢 就會對著杜爾斯堡 那那個勝算都頗高 那如果波琴65分 奧格斯堡65分 那就要看這個得失球率了 但是 波琴的第三位 都還不是確定的 還不是確定的 因為呢 第四位的 隔壘特霍夫 隔壘特霍夫 是欠兩分的 那麼 他將會主場對著這對 杜塞爾多夫 也都有一些媒體 也叫做德蘇多夫 那個勝算也都是略為看好的 但是奧格斯堡和黑法霍夫 基本上 黑法霍夫已經確定了 奧格斯堡應該都 機會很大 是的 問題是 原念就是 究竟波琴 是不是第三名 打富加塞 還是 還是被隔壘特霍夫 去過頭 我覺得 應該波琴也問題不大 是的 但是 Nigel你對德甲熟識一點 慢慢地 波琴如果對著和夫斯堡 那些 怎麼看 有得打的 因為其實德越 其實都有很多 有份量的球員 不如我提一提 現在德越的神射手 神射手榜先 最近原來德越 就湧現了很多 德國的新星 德國本土的新星 德越 大部分的球隊 過往都是很倚重的 南美洲 和東歐的外援 這次的形勢都很特別 是頭十一位 這個神射手榜裡面 是佔了十個都是德國人 或者有些大家都聽過的名字 譬如是班哲文奧華 現在在踢阿森 現在在神射手榜排第二 以前我們都對他很大憧憬 這個納爾夫 一百六零這個 他現在都繼續在一百六零 因為他的高峰期 太多傷患困擾 一直都上不到頂 現在也是在神射手榜排第三 另外也都會 或者說說 我們明年 即是夏季 會在德甲見到的一些 現在在打得越的射手 會是哪些 其中一個我們一定要提的 這個就是在踢科特布斯 科特布斯是不能升級的 應該是排第七第八左右 他的神射手就叫做柏達神 嘩厲害了 他現在就是朗硬神射手冠軍 24球 德國人來的 是德國人來的 柏達神有個北歐名 但是他是德國人來的 嗯 現在是有24球 那麼在今年裡面 也是愛華頓 也曾經說要針對他 那麼最近就比較是 這個熱暴一點的 就是說 拜仁茂尼克在針對他 那麼因為 拜仁茂尼克據聞就是 高魯斯要喊走 奧力也都可能會離隊 還有我相信B19你都知道的了 那就是獨格尼廚又一次提了 說想買高魯斯回到利物浦的 哈哈哈哈 你不要笑了 高魯斯 高魯斯 跟卡路爾打雙戰堂 你覺得如果是高魯斯會好些 還是卡路爾會打利物浦會好些 那我選卡路爾 你選卡路爾 我也選卡路爾 高魯斯都挺不可靠 但是就是這樣的 帕達神就跟科特布斯的合約 就去到2014年 但是他那個合約的內容也都講的了 就是合約完之前 是可以用280萬的歐羅 將他收歸期下的 拜仁茂尼克怎麼會出不起呢 拜仁茂尼克用3000萬歐羅 來買這個馬里奧高魯斯過去的 對一個他的潛質是比起 馬里奧高魯斯更加高的帕達神 我覺得拜仁茂尼克是絕對制 但是剛才你說B19提到的是 德月球隊和德甲球隊的比較 因為我記得 無線也有直播了一部分的德國杯 你也看到其實 科特布斯進了四強 他的晉級路途都淘汰了不少的德甲球隊 包括了賀芬 所以我看這方面 應該我估計是有得打的 是有得打的 尤其是你當是 如果拿到尾三 這隊是和夫斯堡 他正在沉著的話 對著波琴 又或者是 多數都是波琴 因為科特布斯 和賀芬涵 都是在作客情況之下贏的 對 而且科特布斯也不是 一隊德月的前列球隊 都有這樣的表現 如果是德月的前列球隊 他的戰鬥力應該是更加強橫的 接下來看看附加賽會是甚麼戲碼 也看看明年德甲會是甚麼形勢 都會是很混亂的 拜仁又會是一個新景象 多蒙特會不會被人拆骨 現在已經拆了 將會有一些德月的球員 或者德月的球隊 升上德甲 我除了剛剛說的帕達神 他是身高六尺二串 還有左右腳都皆能 我亦都看過一些 那次無線直播的 也都有他上陣 那一場就反而看不到多少 但是看到其他YouTube片 看到他真的左右腳都可以起腳 而且是很狹窄的角度 那個射術亦都是非常之高的 他是德國球員當中 是比較少有的 有腳法而身材高大的球員 而另外亦都有一些 德月的 或者是踢前鋒的球員 大家下一季也可以留意一下 除了我說過班傑文奧 和拿奧夫這些 大家早已認識的之外 一留意一下就是奧格斯堡 這個前鋒 這個前鋒 就叫做蘭杜拉菲爾 他就是 都27歲了 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情況 他本身是安哥拉人 後來去了荷蘭 是亞籍士的清訓 近這七八年 就是在德國踢球 所以他也拿了這個 就是德國的passport 這個球員的入球率 也是相當之高的 今季就是 在奧格斯堡 入了14球 現在排在第六位 另外有兩個 德國的新星 大家也要留意的 這個大家 最近都聽不少他的名字了 就是哈法柏林 這個拿索加 他最近也是 入選了德國的U21 在第一場的U21比賽 對著荷蘭 認3比1 他就馬上有波入 這個球員也要留意的 而另外呢 1860 現在的首席射手 是蘭歐夫 他的次席射手 叫和蘭特 下季也會被 賀芬咸回收 下季可以看看他的表現 OK 很多有潛質的 德國球員 在第二梯隊 基本上都在上來 在德越 其實這個國家 一直都盛產清分球員 那就 不擔心他們的前景了 問題就是 究竟上去德鴿 究竟又夠不夠 那些前列班白